因應天坑案竹北市公所日前回應民眾 就第三方公正單位進行檢測 在20號公佈檢測結果 那歷經了兩個月的檢測之後呢 我們發現在初步的報告 在表面坡的部分呢是在勝利一路 以及自強北路的部分 有這個地層鬆散 有不穩的跡象 那麼立刻呢就以深層透地雷達 來做相殘 那在第二次的報告出爐之後 發現是自然的鬆散的這個地層 所以呢也沒有孔隙 那民眾可以安心 檢測結果出爐勝利二路 裝進六階沒有明顯異常 自強北路勝利一路 則是屬於正常鬆軟地層 後續市公所也就勝利一勝利二 以及自強北路開放通行 裝進六階AC撲面 還未完成戰步開放 勝利一勝利二 以及自強北的部分 將會進行解封 那在裝進六的部分呢 因為AC的撲面還沒有撲回去 那也會經過了這個 也經過了專家的 縣譜專家委員會的通過 那廠商呢 進行AC撲面的這個回填之後 那我們評估可以的話 我們也將會進行解封 檢測公司也進一步建議 在自強北路和勝利一路施工處 加強側臂安全以及排水 定期進行層限點的監測到工程結束 確保民眾通行安全 記者萬事連新竹採訪報導